給名稱 我覺得給名稱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給數字下一次 因為你如果工作表會增加或減少 那你程式就不行了 可是給名稱的話 通常名稱不會改變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名稱 給它叫做百家姓 百家姓二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在百家姓二裡面 我要放在百家姓裡面 那特別注意呢 你就兩行 就是呢 你就把游標呢 移到那邊去 那怎麼移過去 特別注意就是點 slate 我想這個跟range點slate 或者sales點slate 其實都一樣了 就是做什麼 做游標取得的動作 有沒有slate 接下來的話呢 好那現在slate之後的話 就等同是怎麼樣 我現在就點它一下 切過來了 就是這個動作 點下去這個動作 好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 那表示現在 我的儲存格的 坐標有沒有就在這裡 所以喔 接下來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range這邊改成什麼 A1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等於就是說 把這邊 這邊的東西 做好之後的話有沒有 然後再切過來 幫你把它放過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試的方法 一樣就是說 優標先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一樣執行 執行的話 一樣可以執行到 到這一行好了 比如我們執行到這一行 Ctrl加F8 那現在這一行還沒執行 對不對 你就按F8 有沒有發現 執行這一行切過來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直接按一個再F8 因為s的值 有沒有發現丟過來了 這個後面有沒有 後面就 s就直接丟到A1的儲存格上面去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們剛剛只有講了三行 可是這三行呢 都非常的好用 如何去除空白 如何切換工作表 如何切換工作表之後呢 把值丟過去 就這三行 其實沒有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也很好記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 很輕易的達到什麼 Excel的自動化 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自動化了 讓它自動跑 所以你每天固定的工作 慢慢你就要去 思考那個流程 把SOP定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 那些SOP把它改寫為VBA 那以後的話 就按一按鈕 事情就結束了 這感覺 這感覺相當的好 OK 這裡的話呢 我想 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合併字串的部分 我們延伸出去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去除空白 一個是 將結果 直接輸出到那個 百家星2的那個 A1儲存格 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試看 我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方 謝謝 嗯